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雄狮旅游线上说明会 今天要跟大家说明 7月1号到9月22号 从基隆港出发 前往日本旅游的 哥斯达沙伦纳号 邮轮旅游注意事项哦 只要出发前做点小准备 就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登船咯 首先是登船前注意事项 请务必携带护照 护照效期至少6个月以上 外籍游客请确认回台的有效签证 港屋大楼地址是 基隆市中正路1号 请贵宾们于出发当日的 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半之间 抵达基隆港屋大楼 完成报道手续 请务必准时 报道登船需被托以下文件 若欠缺任何一项文件 恐无法登船 1.船票 上面会标示您的房号 2.登船表格 3.托运行李吊牌 请于出门前把行李吊牌 系在您的托运行李上 这些资料 原末出发前一周 会由专员交给您 登船前重要资讯 1.请务必记得您的舱房号码 2.贵重物品与慢性病药物 请随身携带 3.若于傍晚后尚未收到行李 请至三楼服务中心询问 4.护照将于离船前一天 发还至您的房内 基隆港报道登船流程 手续如下 1.港务局一楼大厅 托运行李 记得在此之前 您已将行李条 系托于行李上 行李才会送达您的房间哦 2.上港务局的二楼 过海关 以及随身行李检查 第三关 登船 船方会收取护照及船票 并进行脸部拍照作业 第四关 登船后请前往您的舱房 您的房卡及重要资讯 将置于床上 上船后可置十楼自住餐厅 吃点点心哦 过海关前必须检查 手提随身行李 护照与查验 登船时 请手持护照 船票 船方会收取护照及船票 并进行脸部拍照作业 登船说明 上船后 记得您的房号 进到自己舱房里后 请先检查房内的各项设施是否正常运作 画面右边红色是船卡 也是此次航程中最重要需要随身携带的卡片 右边黄色则是晚餐定位卡 会显示您的晚餐用餐梯次及餐厅名称 柜台信用卡授权 每位贵宾都需要有信用卡授权 或于登船当天至贵宾服务台完成至少150美金的预存手续 请于抵达日本入境港口前完成船卡设定 信用卡注册机授权 登船后即可利用船上的信用卡自注注册机 将船卡绑定信用卡 便可开通船卡的账户 这样才可以使用船卡在船上消费 船公司会预先授权约100美金 但账单金额将依您在邮轮上的实际消费为准 此笔预售金额将不会产生费用 主餐厅有瑞瑟斯餐厅为斯塔餐厅 请务必于指定入席前15分钟 与共餐者一同排队入席 若您未到期将会由其他已到期的团体宾客优先入席 若您遇时船方有权拒绝您进入用餐 那么就请前往酒楼的自助餐厅用餐 主餐厅的用餐方式 早餐及午餐 节彩自由入席 没有固定的座位 晚餐实行预定制度 需依照预先安排的指定梯次和餐厅资讯入场 晚餐分为两个梯次 第一梯次为下午5点30分入席 第二梯次为晚上7点45分入席 用餐时间为两个小时 入出进及上下船 严禁携带任何肉类 包含金门特产牛肉干 水果及农产品 若入进台湾海关违规时 将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至300万元以上的罚款哦 中华民国动植物相关检疫规定 入进旅客禁止携带下列相关产品 动植物 肉类产品 含肉类加工产品 如素食汤 面 咖喱块等 犬猫饲料 新鲜水果 土壤 经海关查货将会有罚款产生 其他相关规定 请遵守入出进管理局的相关法规 吸烟规定 邮轮上公共区域 仓房皆严禁吸烟 船上公共场所的指定吸烟区有 赌场吃饺子老虎鸡 但每航程仍会不定时 限制全赌场内禁止吸烟 船上公告位于户外甲板之吸烟区 于吸烟区抽烟时 请使用 工作人员提供的烟灰缸 切勿往海中丢弃烟蒂与烟灰 欢乐的时光走势过得特别快 最后来到离船说明 下船的流程为 托运行李 请于前一天晚上 12点前将大型托运行李整理完毕 并置于仓房门外 系上行李条 收据连请私下妥善保管 请在吊牌上写上 1. 仓房号码 2. 您的中文姓名 3. 联络电话 并拆掉登船时的行李条 以免混淆 随身行李 请随身携带您的贵重物品 如钱包和护照 每天必备的药品 也请您随身携带 并备妥隔天需更换的衣物 账战 现金结账者请于隔日上午指定时间和地点办理结账手续 信用卡结账者请于前一天核对账目无误 即不用再到柜台付款 这就是下船的行李条 请记得别在您的行李手把上 离船后回到基隆港时 请依照颜色寻找您的行李 以上就是今天说明会的全部内容 再次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又美好的海上假期